晚上涂上药以后给他拿保鲜膜裹起来 或者拿纱布的那种绷带给他绷上 这样第一你裹上以后 药物吸收的好 治疗效果就好 第二个就是你裹上以后 他不就挠不着了吗 挠不着他不就好得快了吗 当然也要嘱咐他 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会增加这种搔痒的程度 所以少吃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 有的病人说我就是养 你不让我挠怎么办 第一个就是咱们涂上药给他包起来 他挠不着 第二个就是养的时候可以拿冰的东西做冷敷 这种冷敷就有镇静和止痒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实在养的不行 拍一拍 拍不会把皮肤给打厚了的 但是你要挠皮肤就会变厚 所以包起来冷敷拍一拍 总之不许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